山川外套的男子站在馬路旁 對外送員揮揮手 接著掏出口袋一張千元大鈔 忙著取餐 這時外送員還不忘對餐點拍照 但對方匆忙離開 他一摸才發現 怎麼鈔票材質怪怪的 仔細看號碼又是484268假鈔 客人拿假鈔付錢 外送員損失恐怕要自己扛 一般網路上我在教說 怎麼去防範收到假鈔 大概驗一下這樣子 我們一單其實賺得不多 收到假鈔我覺得得不償食 可能還是只能靠觸感 不然就是自己帶那個 厭光筆在身上就是稍微 因為畢竟我們跑一段 現在金額很低 就怕又收到假鈔 外送員多半都會仔細查看 以免辛苦跑外送 一天賺的錢全沒了 但上個月底晚上六點多 新北市中和又有外送員收到假鈔 原來離奇嫌犯 向這名張姓外送員 一共訂了984元餐點 他阿薩里付1000元 要對方不用找錢 但外送員手一摸 紙燒材質太光滑 不像一般真燒觸感 氣得跑到派出所報案 或之使用該假鈔者 唯一靈性男子 該男子便稱忘記該當偽鈔來源 全案於警巡後 依違反刑法行使偽造貨幣罪嫌 零性嫌犯到案公稱 假鈔到底哪裡來的 自己也搞不清楚 否認故意詐欺 但對方指控他付完錢慌張離開 警方懷疑他早有預謀 還是將他依法送辦 記者楊潔 魯欣 這樣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傳達 最完整的資訊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